刚才小片里面说到了 我们先从女儿的病情说起 是地中海严重的贫血症 中型的地中海贫血 这个病它有治愈的可能性吗 有 只是现在欠缺钱 还有就是 干细胞 干细胞 所以你要找配对配型是不是 我女儿她是中型的地中海贫血 她的特征就是脸色苍白嘛 然后我们现在是属于保守治疗 就是每个月跟她输血 这种病如果是不跟她输血的话 小孩就活不过五岁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案 就是根治 根治就是做干细胞移植手术 干细胞移植 对对对 那要找到合适的配型才可以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在重庆的一个医院里面 然后帮我们在了骨髓库里面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她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说 配了九个点 然后我们真的是找到了希望 但是到最后数前药都已经吃了 马上该给我们排号的时候 他们三个医生 然后发生了争论 就说有一个医生就说可以动手术 有两个医生就是排号的医生就说 最好你们考虑清楚 因为有一个点 虽然你们配了几个点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没有配型成功 如果这个手术要多少钱 这个手术的押金就要四十万 然后把它治好的话 得花六七十万 医生就是说最好是叫我们等嘛 然后在等的过程中先保守治疗 每个月输血 每个月输血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拼命地挣钱 只要是那边医院给我打个电话 就说我女儿找到配型了 我希望我能够用我自己的努力 然后把我女儿治好 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但是我也感觉到你的压力 你的沉重 因为家里没这么多钱 另外我也非常想问一下 你丈夫现在的病情怎么样 他现在 现在还好 就是去年出血出了有四次 然后来回的住院 今年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一次他大出血了 然后大出血了 然后我在医院住了有二十多天 输血就输了三千多毫升 然后出院以后 现在的身体状况 近几个月还行 不容易 所以真的是一家人 所有的压力和重担 都落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 还得要微笑坚强 没事 听听就过了 真好 给你掌声 谢谢 谢谢大家